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嘿大家好歡迎收看 誰來踢館今天邀請到我們的 志祺 我跟你講在PVC區應該大家都知道 志祺都是玩鋪商的 今天又是鋪商嗎? 今天還是鋪商 好那今天就是芒果有四副牌 要給志祺骰骰子 那就看挑哪一副牌 好我們骰骰子來 四的話是芒果很久沒有 拿出來的無疾 我覺得要打一些戰術性的 就是不能鋪太多 沒關係我們試試看 馬上進入戰鬥畫面 各位觀眾看到左邊是芒果 打無疾泰納 那右邊志祺是玩電龍鋪商 3MB 你看桌上有個後宮的板子 這個熱心的粉絲送芒果 他用這個3D列印過去 拿到就是哇太酷了一定要把它放上來 好那現在芒果這邊手牌有點尷尬喔 好刺騎有怪 直接下下來 電龍V 然後這邊獎勵卡拿的時候 哇布料已經噴出來了 那沒關係 那沒關係 沒關係等一下洗一洗就好了 所以雙方有講好 那現在獎勵卡看一下 電龍霍米加板木電針 然後有那張是趴渣海膽是不是 還有一張仙機球 那芒果這邊的話 博士馬力板木蝙蝠仙機球 再加一張喵喵 那因為先手 所以喵喵就用不到了 沒關係 好起手 那芒果這邊起手 一張蛇蚊熊 兩張蛇蚊熊 然後叉字符不能下 因為沒有 嘖 哇因為 你如果下叉字符 我沒辦法抽牌啊 超尷尬喔 這手牌非常的糟糕 欸欸放錯了放錯了 我如果下王子的話 我就直接輸了喔 好直接蛇蚊熊點10點 然後呢 再上叉字符抽一張 哇尷尬啊 這手牌 好貼個能量給叉字符 回合結束 好換你 好志祺收牌 那剩下已經扣10點了 然後抽到了一張無人發電廠 那無人發電廠 他自己應該也知道說 對無極泰納是完全沒有用的啦 因為我的叉字符是V 那無人發電廠只有擋GX的特性 好放一張特電 抽兩張牌 哇手上有三張雙彈瓦斯 那手上還有霍米加齁 所以現在開霍米加的話 是可以抽六張牌的喔 好康特錶先貼喔 我覺得好像不用先貼欸 好先機球先開 丟一張雙彈瓦斯嗎 金芒果打鋪傷的話 自己要特別小心啦 好丟無人發電廠 這一手就聰明了 四芒果應該也會丟無人 也可以丟雙彈瓦斯啦 因為也許我會放什麼黑式啦 或有的沒有東西 然後可以把它蓋掉 好那拿了一張趴薩海膽 好直接霍米加 全場鋪20點喔 因為霍米加丟了兩張雙彈瓦斯 哇這個鋪傷第一回合馬上開始 那抽六張牌喔 這個運氣還不錯 好抽六張 好那現在志祺的回合 繼續 那現在沒有辦法攻擊啦 那他因為也沒有電場 那有電場的話 是可以直接打第一招打50點 那剛好我會死掉 因為我已經被鋪20了 但是我知道他不可能會這樣做 等一下會直接結束 為什麼 因為鋪傷整副牌都是靠康特來做運作的 不管是康特錶 康特能量康特什麼東西 你如果先打死對方 你的優勢就沒了齁 所以我深知他一定不會殺我 好那就直接回收網 再下一張蛇溫熊 那芒果剛剛抽到的是叉字符齁 好點給電龍 電龍身上現在扣20點 然後直接拿我的鑷子 抓一張惡系寶可夢 那芒果應該是拿無極啦 好拿無極 還有硬要挑這個拳圖的有沒有看到 呵呵 能量不用拿了 因為手上有 如果再拿的話就少抽一張牌 所以我直接發動叉字符抽4 好先機球博士那應該感覺 還OK 那芒果先機球沒有發齁 直接做進攻 還直接攻擊了 打70加中毒齁 樣子80加20是100 100還有中毒狀態齁 好沒問題 那芒果為什麼先機球不抓各位有想到嗎 如果我再抓我再下的話 我等一下如果真的沒有拚到 注意我沒有拚到VMAS的話 代表我後排是滿的 我沒有辦法再下東西了 所以我勢必一定要留一個位置給叉字符 好不好 如果真的動不起來的情況下 但是因為手上是有博士了 但是很多資源我不太想丟 講那麼多你們有聽懂嗎 呵呵呵 好打電針了是不是 再貼一顆 你要殺我嗎 殺不掉吧 有繩子 有柴能量 沒有電場喔 現在那個是馬力還是板木 我看不出來耶 他現在好像有一張那個 雷射的人物卡 那他說想一下 想一下 他現在如果打我第一招會混亂 再加打80點 那我這個叉字符還是不會死啦 不過他是不可能會殺我的阿 各位你懂嗎 他不可能殺我阿 他殺我對他沒有 沒有 毫無任何幫助 他整副牌就必須要靠Counter來運作的 好那現在 想一下 想一下 想做 他會擔心下回合被我收掉啦 因為他現在已經扣100滴囉 那電龍的撤退費用好像是3費對不對 喔是瑪莉 要開瑪莉啦 他想要不要開瑪莉 瑪莉玩又怕下不來 是不是這感覺 哇 哇 陷入了沉思 呃 我覺得這邊不要打吧 他打的話 我是很有機會把他收掉的喔 你都貼兩顆能量的 現在打 太浪費 逃脫神 OK 逃脫神喔 嗯好啦 我覺得這比較好 因為電龍畢竟還是有傷害的 而且 養了那麼多回合了 你讓他死掉真的不划算 好芒果看一下手牌 決定要換誰上去 講一下 好芒果換這個 殘血的 蛇文雄上去 因為我知道他不可能會殺我 各位 你們打撲傷 有學到了嗎 好不好 這是經驗 我知道他不可能殺我 他除非有那個 什麼能量置換是不是 換到前面 用趴炸海膽全部鋪10點 不然基本上 他應該對我沒責啦 好那 支援者不開是不是 打算開喔 要開嗎 要開嗎 馬力了開了 好開了 因為手牌他用不到就直接開了 那 剛好有救到芒果嗎 還算有啦 因為如果有VMAS的話 對我比較好一點點 那蛇文雄只要有一張 呃 王子 我就回得來了 哇 就這手牌爆炸 各位 有沒有尷尬 哇 下來一張基格爾德啊 各位 他的第二招你們知道什麼東西嗎 好 回合結束 換芒果 神抽 沒有 哇 一隻狐帕 狐帕不能下 我要留位子給那個啊 差字符啊 然後有特二 可是特二說真的 你要給蛇文雄也超浪費的 好啦 貼了一顆這個捕捉能量 檢索一下牌組 抓一張這個 勾魂眼 因為我真的 我手牌已經爆炸了各位 所以我不得不下 不得不放滿場 來做綠牌動作 直接勾魂眼開特性 需不需要 是什麼東西我沒看到 忘記了 呵呵呵 好 直接把它能撤退 然後換叉字符 直接打掉 打70齁 再加中毒實力就是80點 那剛好爆炸海膽就是80點 好 那現在各位獎勵卡已經領先的情況下 我們的志祺 他就可以使用康特的系列了 康特給誰呢 他如果給基葛德 各位你們知道第二招嗎 打80點齁 如果你是落後的情況下 再加80點 所以他可以打160 沒有 他有康特的錶 不用貼給那個吧 我現在提醒他 你有康特的錶 康特的能量不用貼給他吧 這沒關係 我們是熟人打牌 提醒一下 他沒有看到康特的錶 好 洗牌一下用竹籃 那現在其實看他有沒有辦法 抽到什麼Switch或換位的功能 然後用基葛德來揍我也是ok的 那現在他第二招也ok 第二招也ok 那因為第二招的傷害 各位知道嗎 打120點齁 120點 然後對方後排 只要有傷害的寶可夢 全部再打30點 那因為我後排的蛇文雄 有扣20點了 所以他最多就只能前面120 後面30 那他現在猶豫說 欸有電針耶 不知道要不要把我這個殺掉 好電針打下去了 可以打150 150再加原本20是170 少10點 少10點 我有想到他的想法 有可能maybe 會用 貨比加 搭上 這個雙彈瓦瑟組合 來把我點死 也是有可能 或者是 用 他在海膽來收頭 也是有可能的 那後面變成了 50 那前面的話變170 好170 換成芒果 抽牌 哇有這個網子 可是好像也沒什麼用耶 不過可以救回來 那是殘血的就是了啦 可是我沒有辦法動啊 各位我沒有辦法動啊 這很尷尬齁 芒果被那個瑪莉搞爆 不然其實我是有辦法的 好再看一下 就掉好 無人發想就掉 原來剛剛芒果的勾魂也是看到了 那個回收網 所以回收網我就把它留住了 好貼給無幾沒問題 好回收 有時候我的手煙熊 那就不要嚇了吧 我就不要嚇了 我在跟自己對話 好直接打 70 再加中毒10點 變80 好180加加中毒 他現在血量剩下30滴 各位剩30 好單架單回來 直接單回來 雙彈瓦斯 然後怎麼做 直接霍米加 哇全場在20 然後我的這個 擦字符直接死去 好尷尬 那現在我要派誰都不對 你知道嗎 因為他又殺死我一隻了 這首各位漂亮 這首真的漂亮 要抽六張 你看 滿滿滿 然後獎勵卡再拿兩張 哇 他這回合已經補了9張牌了耶 有沒有看到 這個鋪傷好恐怖喔 我現在頭超痛的 就是我完全沒得打 那我不派 呃 哇 派誰都不對 我看一下招式 我打120 120 120要派誰上 還蠻會搖頭 你們絕對會派誰 呵呵 我不知道要派誰啊各位 我完全沒有想法啊 好啦 神會熊送你啦送你啦 這個沒辦法了送你了 派他的原因就是 我就是你既然要殺我 我就不要讓你發動康可系列 好不好 你就給你殺吧 就讓你殺吧 好怕炸彈膽下來了 現在手牌超多耶 多到炸開去 哇 又有狗魂眼 然後還有這個 轉傷疊 腰筋系的 好丟洞洞鼠 那現在我感覺他會再拿一隻 電龍嗎 或者是 我不確定 因為他現在電龍打第二招 120 呃所以芒果故意上 蛇文雄讓他一傷啦 那120的話呢 全部後面又會再打30點 好再拿張電龍沒問題 你看這個 鋪傷 自行研發的 真的很恐怖 有沒有看到真的非常的恐怖 哇 好要打了嗎 欸不對喔他叫獎勵卡領先了喔 好手貼 特電 抽二 一 二 喔有哈拉古之馬 然後有馬力 那基本上應該沒事做了啦 能量也貼了 好直接打120 前面打死後面全部變50點 然後前面這個蛇文雄爆了 然後他中毒喔 中毒的話現在是180變190 獎勵卡哪裡 一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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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一張 好 哇現在芒果超級難打 難打到炸開 神 抽啦 呃 看一下 真的有解嗎 我不知道有沒有解欸各位 看一下 丟掉無極 好 然後想一下 怎麼做 現在非常難搞囉 現在超級難搞了 我想一下怎麼做 哇 哇 他現在扣190了 所以我打第一招30點 是打得掉啦 但是我還是沒有辦法動作 我沒辦法動作 不怕要下嗎 哇 我現在頭超痛的 因為如果電容是200滴的話 我還有救 因為我可以直接用那個 用蛇文雄點死他 好 鑽頭拆掉這個特能 好 直接打30 直接打掉了 沒辦法了 芒果動不了 直燈直接打了 拿兩張獎勵卡 喔有拿到叉字符各位 好有救了有救 動了起來了 看他這一回合 有沒有辦法把我收掉 其實剛剛那個狀況 我芒果建議說 志祺的獎勵卡拿太快了 我覺得啦 有一點點快啦 因為現在獎勵卡一樣了 他的康德能量沒有辦法發動 那他現在只能用帕薩海膽 繼續鋪吧 我在猜的 上趴薩海膽比較好 目前這個情況啦 那芒果手牌現在有五張 好志祺正在思考 要派誰上來 嗯 想一下 獎勵卡現在一樣 有點難搞了 所以我 上電容嗎 不對吧 想一下怎麼做 趴薩海膽 趴薩海膽 趴薩 好趴薩海膽沒錯 這首比較對啦 唉唷電場來了各位 讚喔 好 有一張採用能量給誰呢 他現在想說給前面還是用電場打 採用能量喔 趴薩海膽喔 那我建議其實可以給電龍 然後電場 直接 呃 好吧算了 因為沒有小命名算了 那現在其實他自己的獎勵卡要小心一點 因為他如果趴薩海膽死的話 我會剩兩張獎勵卡 那兩張的話他後排的這個 勾魂炎跟電龍V就是我的一個打點了 所以現在小心一點 好直接使用這個 呃 卡拉谷芝麻 丟兩張 轉傷 不靠轉傷了是不是 OK 因為他覺得轉不死了 再丟一張 這邊芒果覺得丟 瑪莉不錯 因為你有洞洞鼠了 我覺得瑪莉不太 又採用能量喔 好好 壓牌也可以 也許他會再拿一張彩虹能量 炸彈喔 然後再拿一張 呃 特電 應該會拿特電 康德能量 好 康德能量 那場地卡的話應該已經沒了吧 因為他無人發現場丟掉了 還是有其他沒有了 OK好 沒有場地了 爆炸氣球這個放的還不錯 好貼爆炸氣球 然後現在應該沒事做了 打嗎 打是不是 好全部打十點 收牌 你看芒果盡量能不下就不要下啦 其實是根本就下不出來 哈哈哈哈 喔太好笑了 根本下不出來啊 好直接 先機球丟一張板木 那板木的話拿叉字符 繼續綠啊 不然動不了真的不是犯法啊各位 不拿喔 不拿好不拿 因為手上那張就有叉字符了 然後我剛剛獎勵卡抽起來的 好直接先翻 勾回眼 要不要 有著 好可能是能量喔 沒錯能量 我印象中是能量 那爆炸氣球的這個效果就是打180以上會反傷100 然後我能量貼給我們的狐帕 那狐帕為什麼貼特二呢 因為他等一下打完 如果沒有被殺死的話至少我是可以撤退的 各位懂我的用意嗎 至少我是可以撤退的 好網子回收網 直接再回收這個勾魂眼 然後我一直在把小怪救回來齁 不要讓他點死 好打8 欸打90 然後拿一張獎勵卡 哇非常刺激啊各位 超級刺激的 那志符現在又領先了喔 好電場 然後康特 能量 然後 講一下 怎麼做比較好 要瑪莉嗎 我覺得現在你可以一二三四五六五張 我覺得你可以單架洗回去 然後開麗 麗加欸 用瑪莉好了 我覺得可能洗回去 然後用麗加會好一點點啦 一點點而已啦 好直接瑪莉 他拚抗的錶吧 來幫我手牌動起來 給各位看一下一個 動起來動起來 終於啊 那現在 志符這邊是動不起來嗎 哇好像尷尬了 打不出來東西欸 他只能打第一招了啊 喔不對他可以打第二招 他可以打第二招 因為他 現在獎勵卡已經 落後了 所以他有電場 再加康特能量的話 可以打150 後面全部30 可是我覺得他應該不會殺 胡帕吧 沒關係我們看一下 很刺激喔各位 雙方都有表現到 喔下迷你Q了 氣球給誰 喔氣球給勾魂眼 其實這一首 我覺得他上 呃 他上吉格爾德 會比較好一點點 各位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吉格爾德 他 一張獎勵卡 至少我等一下 蹦出東西來的話 他不會輸 那他上電龍的話 很危險就是 他 兩張獎勵卡 被我收掉就輸掉了 所以我覺得這首 算是有個小失誤 就是應該上吉格爾德 會好一點點 那剛 康特能量 配康特表的話 是有辦法來做擊殺 胡帕這個動作 好全部再多30 OK 好然後芒果直接推 無極上去 我只要收掉他電龍就贏了各位 我收掉電龍就贏了 有機會 各位一定非常的有機會 首先 能量先貼 好然後氣球 隨便貼 呃我覺得這氣球 芒果做錯了 應該我應該 我應該 先機球 丟氣球一下好 好抓到 VMAX終於出來了 哇我打無極嗎 最後一回合才抽到無極 好進化 那先機球就 先扣著吧 反正我等一下還可以抓出一隻罐 好我只要再 換一下 再兩隻就贏了 我這樣有沒有 有 感覺有什麼都有了 哇尷尬什麼都有了 好啦 該下都下了 有沒有全下了 1 2 3 4 5 6 7 8 240點直接擊殺 哇各位 有沒有刺激 刺激了吧 這場真的刺激啦 我覺得對 你看芒果現在在跟志祺討論 我覺得應該要派及格的上來打 會好一點點 但是芒果剛剛手上好像是有板木的嘛 對不對 所以有板木的話其實我也是殺得掉的 因為我支援者還沒有開過 哇各位有有有 你看賽後討論的話 基本上就會學到東西了 我覺得非常的好看 有沒有看到 那之前志祺跟老爹也有拍一部 在YT杯的這個鋪傷的電容的影片 各位也可以去看一下 他打這個對手也是表現得淋漓盡致 我覺得那場非常的好看 推薦各位去看一下 好那我們馬上進到我們的賽後檢討 耶各位觀眾我們打完了 真的是相當的激戰 為什麼最後他還可以弄完 蝙蝠起來什麼都有了 對就怪物一大堆 可是我也是做錯啦 不然我及格上去 其實被收一張我下回擊就 對其實剛剛芒果剩下兩張獎勵卡的話 派電容的話是比較危險的 因為真的做出來殺掉的話就贏了 那剛剛派及格的是有機會 繼續再撐一回合來贏的 我這邊比較想問說 這張魔強人偶點在我的蛇蚊熊上面的話 我是沒有辦法用回收網的 而且他會讓雞拉齊軸的東西就變得遲早 那這張的話就是等傷害鋪完之後 直接用轉傷轉死對方 對那其實芒果這邊還有特別的疑問 為什麼會放兩張基本的呢 主要是因為這個東西呢 就是你需要先機球 這個東西其實蠻關鍵的 然後你的整個遊戲的過程 其實會變得蠻好玩的 對就大家都有享受到這個遊戲 這隻雷弓的話 這隻雷弓嘛 雷弓基本上就是打小人海嘛 應該說打速箱 而且它是一百二一百二 所以你還可以打電診 喔對有可能double key喔 對你就可能啪啪 然後你會撲傷嘛 所以你其實要打速箱 並沒有那麼難打 因為你這隻中間它有時候清掉 而且有時候真的不能直接擊殺 因為你獎勵卡盡量不能領先 不然Counter系列很難發動 他有想法這會真的 還蠻好玩的啦 基本上就是一個靠古花的運作 所有的打法都可以一回合 拿道具 然後之後拿能量 拿Counter 什麼東西都可以做 有時候你的場面是這個樣子 然後加一個反擊增幅 是 對然後再搭配 例如說 咋這樣 是 效果的壓力對嗎 會超級大 因為兩個都可以收掉對不對 對兩個都可以收掉 那基本上 是希望推廣一下這個 布商是真的很好玩的 我覺得 不一定要很主流 那種一拳一拳灌爆 但是布商就像剛剛蠻魔術的 它是一個 遊戲體驗非常好的一拳 遊戲體驗真的很好嗎 哈哈哈哈 我覺得很好玩 至少每回合你都在動 不會在那邊一直拼一直拼 也是啊 對啊剛剛我自己做錯了 哇太久沒弄 差一點點 真的差一點點 謝謝志祺 歡迎下次再來玩 好 觀眾掰掰 掰掰 歡迎訂閱頻道 小鈴鐺開起來追蹤直播 芒果最新動態都在我的粉絲頁及IG 我們下次見